今天我准备和大家扭的就是一只蟹 我这里就有两条球 剩下的尾部大概是八寸的手指位就可以了 我们先做那个蟹的钳 大概是三只手指位的球 另外一个就要大一点 就比刚才那个三只手指位大一点 大概是四只手指位 接着就把它扭住 串回去 接着我们再扭一个球 不用太大 一两个手指位就可以了 就锁住它了 接着呢 再扭一个 又是大概三只手指位 然后同样了 又要扭一个大概是一两个手指位的球 又是锁住它 其实呢 在日后我们扭球的过程里 很多时候都会用到就是 扭一个球之后 再扭另一个 就锁住它 让它不会鬆 好了 接着呢 再另一个了 这个可以长一点 比这个是长一点 又是锁住它 大家现在看到一个蟹的降 好了 接着呢 这个就做蟹的最尾的一只脚了 是否看到最尾的一只脚了 现在就做蟹的身了 好 这个多了就不要了 好 接着呢 我们就用第二个球 就做蟹的鱼 就在它最尾的脚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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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在中间这个 穿过去 这个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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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1個小一點的波,1個大一點的波 1個小一點的波,1個小一點的波,1個小一點的波 1個小一點,1個拋開足球,1個小一點的波 2個小一點,1個小一點,1個小一點 1個小一點,1個小一點,1個小一點 接着要做这个蟹钢,同样是一个小,大角三个手指位,做一个大一点。 大致上就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味道就不要了,打个裂。 然后就捧拾它,把味道收回。 要做一个好看的。 做两只眼睛很简单,用一些不要烂的锅,轻轻封一下 把眼睛摺到这个锅上,要看看眼睛有多大 接着打个裂,做另一只眼睛一样的大小 做了一对同样大小的眼睛,在蟹的后面摄下去就可以了 是否有趣呢?